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4年9月30日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 前公民黨成員陳淑莊 三年前丟下媽媽和戰友走路去台灣 究竟為何呢? 他現在的生活又有多坎坷呢? 另外 陳奕鑫最近送了一份後禮 給中國奧運游泳隊 究竟是甚麼呢? 潘展諾又為何要搞到嗆嘴呢?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嘍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讓更多的市民了解一下 西方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自從國安法實施後 不少攬炒派團體 例如教協 支聯會 民陣他們 都紛紛解散 至於號稱大壯黨 曾經有不少立法會議席的公民黨 去年亦通過啟動自願清盤 今年3月完成所有程序正式除名解散 公民黨有限公司 從公司名冊上除名 正式結束18年的歷史 至於黨內的不少人物 如楊岳橋 郭家麒 譚文豪這班 因為參加違法初選 被控村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 現在在監獄等判刑 但亦有他們昔日的所謂戰友 大難臨頭郭治菲 走了佬 其中一個是做過立法會議員的陳淑莊 陳淑莊本來在香港大學法律系學士畢業 前景應該不錯 1992年不知醜報名參加香港小姐選舉 不過當然不能入圍 所以之後唯有死死地氣回港大 完成法律系的碩士 之後去了姚黎理律師樓做建築律師 之後再轉為大律師 亦因此認識了資深大律師余若薇 展開她反中亂港之路 成為公民黨的創黨黨員 之後還做了公民黨的外務副主席 亦有在D100做節目主持 到了2008年 陳淑莊火拍當時公民黨的黨魁余若薇 出選立法會選舉 靠余若薇的知名度當選 斷斷續續做到2020年 不過由於陳淑莊參與違法佔中 便被裁定煽惑他人作出公眾防擾等兩條罪罪成 原本主審法官陳仲衡要判他坐牢8個月 不過很奇怪 那時司突然有報告說他腦腫瘤需要做手術 要接受放射性治療 所以準句緩刑兩年 那時已經有很多人質疑究竟他是不是真的有腦腫瘤 總之到現在他仍是生勾勾在這裏 不過他亦因為這次判刑 不能參加原定在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 所以真是倒閉身彩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他應該參加違法初選 觸犯了國安法 現在應該在監獄裏面了 之後因為疫情嚴重 原本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 未能夠如期舉行 當時指徑也有報名 也要退遲才能夠參選 所以他決定現任立法會的運作至少一年 公民黨原本跟其他反對派打算多做一年 不過陳淑莊就以個人的健康和家庭為理由 拒絕延任和退出公民黨 公佈正式退出政壇 當時陳淑莊還裝作說自己愧對媽媽 希望趁母女兩個人仍然健康時 多點時間陪媽媽 爭取多點有質素的相處時光 不過真的信他也傻 因為事隔一年多後 陳淑莊狠心拋下年紀大的媽媽 一個人跑去台灣定居 真是很沒良心 而他去了台灣後 一開始還裝作低調 直到台灣飲食作家蔡朱怡 前年九月在社交平台公開陳淑莊 製作冰皮月餅和彩虹酥 透露他由十指不遷陽春水的事業女性 在台灣失業又離鄉 舉目無親 百般落幕後 在過去一年潛心廚藝 每天都控煮燉炒 不斷練功 不單是冰皮月餅 還會製作清湯腩 蘿蔔糕等美食 說他打算下年在台北開小館 致女行家透露他在台灣做不法律師 要轉行炸鑊產 醜婦終須見介用 陳淑莊在台灣潛水三年 前晚終於浮出水面了 他在社交平台出post 宣布由以前的大狀 現在轉身成為一間餐廳的主廚 還說可以成為一個廚師 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蹟 他說以前在香港做律師 做議員 沒甚麼時間煮食 何況他有一個住在同區的老朋友 葉太太 非常好客 長期提供晚飯 三送一湯 這個朋友 他老公下廚 他只可以在旁邊看著 吞口水感嘆 陳淑莊形容 可能以前在香港吃得太好了 搬來台灣後 自己一個人最想念香港的味道 然後他說 有一天他跟葉太太說自己很想吃他煮的東西 葉太太就鼓勵 不如你自己煮吧 還說對食物深有感情 肯下苦工的話 人人都可以做廚師 就是因為這番話 他說自己咬緊牙關 切破手指 在三年之後就有了這間餐廳 也著想自己的第一套廚師的制服 誰說我 其實陳淑莊口口聲聲說自己掛著香港 為何不回來 是不是身有事 而且你還說想多些時間陪媽媽 為何要放下她在香港 所以他說的話 真是相信她一成都死 還有 你們2019年時不是經常說齊上齊落嗎 為何你又放下你的前戰友 楊岳橋 郭家麒 譚茂浩 在香港的監獄 不回來香港支援他們 只是懂得大男臨頭郭治菲 一些這樣的人 無論做甚麼都不會成功 所以陳淑莊在台灣開餐廳 就真是祝他好運了 說完陳淑莊 然後跟大家說說陳奕迅 轉眼巴黎奧運也結束了一段時間 我們今屆國家隊有不錯的成績 一共拿了40面金牌 27面銀牌 24面銅牌 排在奧運 獎牌榜的第二名 還有一直被西方運動員壟斷的游泳項目 我們國家游泳隊今屆都有非常好的成績 難怪歌神陳奕迅最近送了一份很難得的禮物給他們 在今屆巴黎奧運 中國奧運游泳隊一共獲得兩金 三銀 七銅的好成績 12個獎牌是歷屆最多 獲獎的運動員人數亦創了歷史新高 好像只有20歲的潘展諾 在今屆巴黎奧運會上 以46.4秒破世界紀錄的成績 贏了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 而女泳手張宇非亦獲得一銀五銅 連上屆東京奧運 兩屆奧運 合同獲得10個獎牌 至於徐家瑜 黃祥浩亦與潘展諾等隊友合力 贏了男子4成100米混合泳 接力金牌 這麼厲害 當然是值得恭喜及鼓勵 他們這些中國游泳奧運代表 之前跟了整個中國奧運代表隊 來香港及澳門交流表演 紫敬也有跟他們吃飯 原來他們在澳門舉行的聯歡晚會上 合唱了陳奕迅的孤勇者 當時他們六個人一開聲 很有特色 歌聲可以說震撼了14億人 片段隨即在網上瘋傳 連原唱的Eason也留意到 他還即時說笑 邀請他們來他演唱會合唱 說有機會來我演唱會一齊唱 令網民非常期待 原本想著陳奕迅是否說笑 誰知道大家最期待的畫面 竟然真的發生了 陳奕迅前晚在杭州舉行演唱會 四位中國游泳代表 張宇菲 潘子諾 徐家儀 黃祥 真的應邀出席 在演唱會上 陳奕迅笑著說 看了他們唱歌詞的片段 說當時現場收音一定有問題 他們沒甚麼經驗 所以特地請他們來演唱會聽聽 當時他這樣說 全場即時起哄 之後陳奕迅率領全場大合唱 清唱歌詞 送給來統場的游泳隊隊員 幾位運動員亦在台下一起唱 氣氛相當高漲 陳奕迅還笑著說 你們不用唱了 我唱給你們聽就行了 還送上飛吻 說多謝你們來 看到你們我很開心 不過不知道是否太興奮 陳奕迅竟然口誤 將游泳隊改成跳水隊 觀眾立即大笑 說是游泳隊呀 幸好Eason轉數快 立即更正 笑著說 游泳比賽起跳時 都是要做跳水動作 用即場示範 化解尷尬之餘 還引來全場笑聲 不過看回網友之後發布的現場片段 聽到陳奕迅口誤後 潘子諾第一個反應就是凹嘴 黃昌浩在座位做雙手搖水的動作 時後 陳奕迅亦在社交平台上曬了與四位運動員合照 說很榮幸認識了四位傑出的運動員 還說自己在台上太緊張 沒有好好叫出四個名字 覺得很抱歉 不過幾位懷泳隊的隊員當然不會介意 演唱會後 還紛紛留言 張宇菲說 Eason老師令我覺得這場不只是一場演唱會 更加是一場盛大的藝術表演 潘子諾說 多謝陳奕迅的邀請 今晚真是特別開心 下次再見 黃昌浩寫說 藝術震撼十分開心的夜晚 希望大家都可以天天開心 至於徐家瑜說 多謝Eason的邀請 這場真是如夢如幻的音樂party 今晚太高興了 無論如何 我們國家游泳隊的實力 可以說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和光榮 歌神陳奕迅送了一份難得的禮物給他們 的確是懂英雄 懂英雄 其實除了中國游泳隊外 中國其他運動員和中國香港的運動員 都要我們支持 希望他們繼續努力 在國際比賽獲得好的成績 為我們國家爭光 為了響應習近平主席的號召 向外界說好中國故事 我們一班兄弟姊妹 早前成立了一個 中國故事 國際傳播KOL聯盟 透過寫英文文章 Twitter 或拍英文 YouTube 來向外界展示我們國家和香港真實的一面 我們最近都作出了一些新的嘗試 就是拍一些輕鬆一點 娛樂性豐富一點的影片 一邊訪問一下在香港的外國人 對不同事物的看法 也同時介紹一下我們香港的不同景點 所以如果大家都想看看有關的片段 請按這裡 免費訂閱我們中國故事的新頻道 再按這裡 看看我們最新的兩條影片 請看見大家 賺的圖片 City 提醒我們 賺的兩條影片 請不要發生